世界杯小组赛爆出大冷门 沙特队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连进两球 2比1击败夺冠大热门阿根廷队 终结了对手36场不败记录 沙特政府发文11月23日全国放假一天 现在举国上下都在狂欢 网友调侃 他们其实不过是少上了三个小时的班 也不用加班到下午两点了 除了这个赛季冷门 沙特还有什么其他冷知识呢 由于宗教原因 沙特没有KTV和酒吧 连电影院都是2018年才开放 宣布结束35年的娱乐禁令 他们对电影审核也很严格 选择了黑豹这部漫威大片 奇异博士2因为含NGBT都没有过审 全民最大的乐趣就是祈祷和买买买 在前不久的珠海航展 沙特土豪走出了逛菜市场的步伐 600亿买走了东风21导弹 小孩子出生就嘴含金奶嘴 一辈子就这样无忧无虑地过去了吧 不禁感慨上帝给了他们财富 还带走了他们的烦恼 是的在沙特穷人比大熊猫还少 他们能娶四个老婆 各个貌美如花 男人出门前和聚会的时候都必须要沉香 多才多艺的小王子打小野会这个技能 在沙特的卖家大清真寺广场上 树立着八把四十米高的重16吨的遮阳伞 展开后超过2300平方米 目的只为了让整个广场上的人更加舒适 整个伞打开后温度能至少下降八度 真是走在大街上都能吹空调 在沙特千万别夸赞他的金表好看 不然我怕他会摘下手表 马上送给你 土豪的世界我不懂 他们的超能力也有碰壁的时候 沙特曾经丢出600亿美金 希望能在沙特境内修建一条高铁 但由于沙特地形太过复杂 条件艰苦 应日得法 无意敢接手这个项目 后来还是我大中国 用时十年 帮其修建了第一条高铁 不负基建狂魔的美誉 沙特还是中东面积最大的国家 沙漠虽然占国家的98% 但每年盖楼还需要在国外进口沙子 而且用水量居然是咱们的两倍 因为他们的地下水资源很丰富 除了盛产石油 他们还盛产王子 整整3000名的王子 不禁长得像 穿着像 连名字都是排列组合 简直比韩国小姐还难区分 想知道沙特皇室有多有钱吗 关注我 了解更多旅行趣事